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第633回 谢观应他轻声的说 王爷要手北梁不惜化地为牢 不管外人理解与否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谢某人对此并不欣赏 但因为王爷既然是大将军徐霄的儿子 也就明白了 那么在这个选择后 北梁和西蜀即便成为不了盟友 可同样能够不用成为生死相向的敌人 无畏的意气之争 没有意义 更没有意思 谢观应盯着徐凤年他笑眯眯道 就像你我六人今天是喝着茶 余味无穷 而不是喝酒 一滩烈酒开了风 喝光了 撑死就是醉死一场 喝的时候很尽兴 但是第二天少不了头疼 徐凤年只问了一个问题 谢先生有没有想过 中原会多死几百万的百姓 谢观应陷入沉默不语 两酒过后 他反问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何才算真正继承徐霄 打烂豪华根基的深层意志 徐凤年冷笑 谢先生是想说 从大秦帝国到大奉王朝 再到春秋九国 就没有哪个堪称中原正统的皇帝 是韩束出身 只有出了这么一个皇帝 徐霄马他中原 才算功德圆满 徐凤年放下茶杯后 缓缓的说 或者按照谢先生的说法 有意思 谢观应针锋相对道 大秦称霸时 洛阳是那中国之地 大奉时 青州是中原 到了黎阳 江南才是中原 如果有一天 多死几百万人 甚至上千万人 却能兼并整个北马 让北梁这西北塞外成为中原 有何不妥呀 攻城之后 赢得数百年天下大定 今日多死之人 就是后世少死之人 徐凤年摇了摇头 有些账啊 不是这么算 谢观应并没有因为徐凤年的反驳 而恼羞成怒 他笑意轻松 都说王爷向来从不做亏本的买卖 跟西域烂陀山的六珠婆子是这样 跟灰山大雪平的玄园清风也是这样 跟画明寇北上的梁州副将寇江淮还是这样 跟鱼龙帮那个叫做刘尼蓉的小姑娘更是这样 在来灵州之前我跟蜀王打了个赌 赌你会不会让忽焰大官正大光明出现 结果是我输了 可见王爷这趟南下 看上去气势汹汹 其实还算有诚意 徐凤年笑道 谢先生是一位谋国之士 但却不是什么精明的生意人 并不了解我到底是如何跟人做买卖的 再者 谢先生不如黄三甲 这么多年不过是诗人崖会 黄三甲把春秋当作一块庄稽地打理 亲力亲为风生水起 可谢先生你呢 归根结底只是个藩书人 前半辈子远远称不上写书人 春秋谋是黄三甲 我师父李一山 原本西纳兰又辞 甚至不算严格意义上谋事的张巨鹿 都要比先生更加没那么化地为老 毕竟尽信书不如无书 当然 先生临了 耐不住寂寞 试图为自己补救一二 于是在天下找来找去 从头翻了一页页春秋书 才找到了自古不成气候的西蜀 想要别开生灭 谢观应神情一致 谢谢如坠云雾 不理解这个姓徐的到底在兜什么圈子 为何养气功夫极好的谢先生会为之当真动怒 徐凤年他突然转头看向他 坏笑着问 谢爷 听不懂了吧 谢谢顿时为之胸闷气短 坦台平静 会心一笑 他作为世间最擅长忘记之人呢 有一点点蛛丝马迹就足以让他探寻到天际 比如黄三甲的写书身份 谢观应的背书职责 黄三甲的大局啊 动不动小处来篡改 到最后呢 结局竟然不是早早暴毙 而是硬生生熬到了古兮之年 大概也称得上是善终了 这足以让一丝不苟 兢兢业业背书的谢观应感到愤怒 就像是两个童年考生 有人钻了科举空子 轻轻松松的进士吉地 另外一个本本分分硬考 自认才学相当 才捞了一个同进士出身 如何能够不愤愤不平啊 那现在又有一次机会摆在眼前了 于是后者想要搏一把 不但要把黄三甲 还要把寻平原本息 李一山 纳兰 又子 赵长林 这些科举童年 全都给压下一头 他要让自己赢得问心无愧 圣人言 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 五十之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从心所欲 不愚拒 潭台平静 之所以会离开梁州 来到灵州 趟这趟浑水 正是啊 他跟半个同行的谢观应 走到了彻底的对立面 认为谢观应的行径 属于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的大愚拒 至于智前 谢观应 捕捉 鼠地 蛟龙 那仅是两人 分道扬镳的 微妙兆头 不过 他没想到 这一天来的 如此之快 被人当面 道破天机的 谢观应 一笑置之 以轻描淡写的 语气说 王爷说 赵敦死早了 我倒是想说 赵长陵死早了 他又补充了一句 李一山 则是死晚了 徐凤妍 面无表情的说 同样作为谋事 原本息是死晚了 谢观应 看着这个年轻人 他哈哈的大笑 那敢问 我谢某人 是不是 也死晚了 徐凤年没有说话 但是徐衍兵和谭台平静 已经同时站起身来 谢下完全不畏惧 这种剑拔弩张 一触即发的气氛 相反 有一种唯恐天下 不乱的快感 至于自己的生死 他早已置之度外 而且他不觉得 站在他的身边 自己会有什么危险 错过了这个男人 他不想再错过 他争夺天下的任何棋局 就当谢下以为那徐衍兵和南海观音宗宗主会大打出手 他今天再一次猜错了 同为女子的谭台平静 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他 在这里等死 谢下正要说话 就给那身材高大的白衣女子 拎小筋一样给拎出院子 更让谢下吃惊的一个事实 是跟他们一起离开的 还有那个赵李说应该留在院子里 给那个家伙当帮手的徐衍兵啊 那姓徐的南部城是想要以一敌二 疯了吧 谭台平静随手把谢谢轻轻丢开 望向院落 他问道 真的没问题 徐衍兵平静的说 最坏的境地也就是让忽雁大官赶回来 谭台平静感慨道 个人而言是这样 但是对北梁来说已经是最坏的处境了 徐衍兵点点头没有否认 不过他转头笑道 不过谭台宗主不觉得这样的北梁王会比较解气吗 谭台平静无奈的说 别的不说 这场赌气对整个天下的影响 肯定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了 徐衍兵笑了笑 越是如此 才值得徐衍兵这种不懂庙堂 不懂大事的无知匹夫 选择站在北梁 谢谢在一旁冷笑 一个境界大爹 名不服食的武道大宗师 成什么匹夫之勇 真当自己天下无敌了 从来不跟一介女流一般见识的徐衍兵 破天荒的骂道 你个娘们懂个卵 谢谢瞠目结舌 他总不能辩解自己其实懂个卵吧 此次灵州之行啊 确实让这位属地难而尽折腰的大美人 有点心里阴影了 如果不是陈之豹也出自北梁 他都要忍不住赴飞一声 北梁 蛮子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闹事之中 原本忙着给媳妇女儿啊 挑选几样精巧物件的呼咽大官 他翻了个白眼 不再跟掌柜的讨价还价 幸幸然离开店铺 顾不得会不会惹来街上百姓的震惊 拉起铁木碟的手臂一遇而起 转瞬过后 两人便无声无息的落在了那栋宅子的外头 对徐衍兵和谭台平静抱怨 这是闹那样啊 这也能打起来 谢谢终于找回了厂子 他痴笑了一声 哟 得力帮手来了呀 是不是很快就有成千上万灵州兵马 也会火急火燎赶来呀 呼咽大官 他才懒得理会这个女子呢 自顾自看了一眼院落那边 十分惊讶的一了一声 嘀咕道 这也行 铁木碟儿欲言又止 大概是想问又不好意思问 呼咽大官 始终抬头目不转轻望着院子高空 下意识习惯性的用中原的语言说 当年送了你两个字 你蠢的 这么多年一直没能理解透彻 所以呀 才让你一路跟随徐凤年 是希望你先真正走进这位差不多同龄人的大宗师 然后再走出去 没听懂 呼咽大官说啥的铁木碟儿 一脸的茫然 呼咽大官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纰漏 改用北莽腔调美好气的说 叫你两个字 离谱 想要有朝一日境界高出徐凤年 你就要先摆脱他 当年王先知 每逢李纯刚与人比试 必定会厚着脸皮在一旁观战 很多人呢 也这么做 但是非但没有离谱 反而对李纯刚越来越高山扬指 然后就一辈子站在山脚下看山顶风光了 只有王先知咬着牙一步一驱 走到了高处 最终胜过了李纯刚 呃 不对 当年呢 是打平了 那时候李纯刚心灰意冷 自己把位置躺出来 让给王先知 之后王先知尤为难得 没有止步 境界攀升 一日千里 行之最高处 仍要山灯绝顶 我为风 其实这个道理 我也懂 就是实在没那份心气去做而已 李洋有个叫江府丁的年轻人 如今在东海武帝城 继承了王先知的半数衣博 只不过他在输给徐凤年后 暂时还没能离谱 不过你小子也好不到哪去 没法子的事啊 你那悟性跟我比起来 真是让人感觉到绝望 听着忽咽大官久违的叙叙叨叨 天目蝶儿咧嘴微笑 天底下比他腰间的那柄廉价配件 更让自己感到亲切的 应该就只有这个老男人的贬人和自夸了 但是当他第一次看到这个男人真正出手后 在一巡之内接下徐掩兵两枪后 天目蝶儿不得不承认忽咽大官 真是天底下最暴殲天物的家伙 忽咽大官突然轻声感慨 傻小子呀 我开始不奢望你这辈子超越徐凤年了 但你一定要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啊 天目蝶儿憋了半天 终于还是壮起胆子 把内心伸出一句话说出口 我天目蝶儿 我的剑 我的剑术 从一开始就是世上唯一的 我不需要学谁 忽咽大官听后愣了愣 转头看着这个跟自己一样 从北蒙走出来的年轻人 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瞧你了 很好 忽咽大官揉了揉下巴 一本正经的说 难怪我忽咽大官会选中你啊 原来是性情相似的缘故 害得老子这些年在黎阳时不时扪心自问 是不是当年朱油蒙新外加瞎了狗眼 才去点播你 就凭这一点 你小子以后当上天下第一 没跑了 不远处的谢谢整个人都呆滞了 这位很用心在不要脸的家伙 就是那个被尊称为一人一宗门的北蒙大宗师吗 那个号称原本有望顶替拓跋菩萨去跟王先知争夺天下第一的武道天才 然后谢谢有些颓然无礼 觉得还是早些回属地吧 外边世道的这些个男子啊 那从那姓徐的到徐远兵 再到这忽咽大官 真是个个都是王八蛋呢 却说院子之中 陈之报依旧闻思不动 谢观应则正经危坐 只是这位读书读出大境界的读书人 尚未有丝毫如临大敌的迹象 徐凤年望向杯中茶 念头起水起涟漪 曾有北蒙剑气进皇清 递出大半剑十六关升佛 徐凤年先是嘲讽地说了一句 原来有这样的读书人呢 随后轻轻举杯 仰头一口喝光了一杯茶 然后可谓越近人间沧桑的谢观应看到一幕 让他都忍不住 叹为观止 院中有无数来客 横空出世 有羊皮球老头好似站在山巅高处 高呼一声 简来 有中年剑客 稻齐毛驴 拎桃枝 飞进营绕飞旋 有白发如雪 的魁梧老人 副手而立 有双缕长眉的老者 盘腿而坐 做吃剑状 有矮小缺门牙的老人 弯腰悲霞而行 有年龄悬殊但神态酷似的三个道人 并肩而立 有身穿相同道袍的三位武当道人 有人低头照眉解签 有人平视身指玉断僵 有人昂首副剑前行 有双手空空的年迈老者 人质即剑道 有人屹立于子气生腾的雷池中央 有福将红甲 气象森严 有绿袍女子像是在平栏脱塞远望 有伟岸男子持枪面北 有蟒袍老人双袖缠红丝 有高大老者腰胚一柄 冰雪凉刀 持续不断 有人出现 还算是宽敞的院落 地面站满了人 空中也悬满了人 甚至最后连谢观映身后的石凳上 也坐上了一位兵容枯稿的文士 似乎在嘲笑着谢观映 这数十人连妹倒进了春秋百年的 写意风流 水凉红枯 三次满马虎 多少天意过苦 不灵离路 不宇宙一湖 帝王江山几部图 帝王江山几部图 最后怒康台出 几屯江山是五湖 山上土 沿山几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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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青醋 长老骨 似手挽扬 一尘口 让你流 沿山几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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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山几部图